今天我们跟Luca要来各自谈一下 最近芯片我们去看的什么 因为其实这一两个礼拜 我跟Luca工作各自都非常的忙碌 然后刚刚又遇到台风 所以说我们就知道各自解散 然后他要介绍的芯片 跟我要介绍的芯片是迥然不同的 所以现在我们时间先交给Luca 到底Luca今天要推荐的是什么芯片呢 我今天要推荐的芯片是一部叫做 《3000年的渴望》 这部片子光看演员阵容 就已经确定它绝对是我的菜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EGIS ALBA 而且我就是有听那个罗比的影评 他就说如果你喜欢看EGIS ALBA 一直运船然后变成性奴的话 你要去看这部片子 我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 然后我就觉得说好我要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当然 因为乔治米勒就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他是属于比较老派的导演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部片子身上 其实蛮多影评也讲 他可以看出很多别的导演的 就是那种风格 他是比较属于老派一点 说故事的风格 所以可能没有办法非常的紧凑 但是问题是他整个故事其实是非常迷人的一个故事 那他首先就是一个奇幻的电影 那我现在来讲一下他的剧情 我们看到的女主角就是Tilda Swinton 那他是一个研究叙事学的教授 电影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他就是一个人 然后无牵无挂 无父无母 没有丈夫没有小孩 然后就是单独一个人 但是呢他非常的 尽盈在他自己的那个学术领域里面 那所以他就有讲 就说每年呢 他其实跟随着故事啊 他所研究的主题 常常会去世界各地旅游啊 那他就觉得说这样子的生活呢 非常的自由自在 所以他非常的满足 那但是呢 有一天呢 他就是去伊斯坦堡 那这个我想这个都市 麦嫂你也去过 那我也去过 就是沾一下酱油 去了两三天这样子 那这个我觉得待会我们可以展开来讲 有关于伊斯坦堡的一些回忆 旅游的回忆 他呢就是去参加伊斯坦堡的学术会议 结果呢他们就说 就是主办单位就说 特别帮你安排了一间房间 是这个克利斯蒂阿加沙 当年写东方快车谋杀案的那个房间 我想如果你有去伊斯坦堡旅游的人 大概都会知道说 那个是在哪一家饭店这样子 大家都很有名都知道那个地方 因为他是叙事学的教授 所以我觉得招待他 一个文学家的房间 好像也蛮不错的 那结果呢他就去逛这个伊斯坦堡的 游顶天大势集 这个应该很多人也都去过 那他就买了一个手工艺品 一个玻璃瓶了 那没想到呢 他就用电动压刷来洗这个玻璃瓶的时候 怪事发生了 居然释放出一个神灯的精灵 那就是由这个Igis Alba 所饰演的这个精灵 他就真的叫做Gin 那我们频道之前有讲过旌旗少女的时候 应该是有跟大家解释过 Gin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东西 他大概就是在这个中东世界里头 他们统称就是无形界的 不管是神或者是鬼 或者是灵魂之类的东西 都统称为Gin 就是精灵的意思 那所以这个精灵一出现 他就说 拜托你赶快帮我一个忙 就是请你许三个愿望 我如果说帮你实现这三个愿望之后 我就可以自由了 不然我因为这三个愿望 已经被束缚了三千年这么久 那所以他就说 那你赶快许愿这样子 但是这个教授 他就觉得说 拜托我是专门的 我是学序视学的 我已经听过太多 这种关于许愿的故事了 然后他就说 这个许愿这件事情 在故事里头 一直都是警示预言 所以你休想要我 就是随随便便 就许三个愿望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办到的 而且我是一个 非常满足于现状的一个人 所以我其实也没有什么愿望 那这个精灵就会觉得说 不行你要赶快许三个愿望 他就有点急了 所以他就开始讲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在这个故事里头 就是当然就是希望 叙事学的教授 能赶快许下三个愿望 但是他又不希望他 就是随随便便的许 因为你一旦许错愿 有的时候就是精灵 也会被你害到 所以这个中间 就是他讲故事的过程 然后以及就是这个教授 听了这些故事之后 这些在他的研究里头 可能都已经听过上百遍的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的一个框架 或者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他如何就是精灵的故事 他是如何的去符合这些框架 但是可能又跳脱这些框架 那带给我们大家一些很不同的感受 那这个电影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呢他在除了说 这个Tilda Swinton跟Idress Alba 这两位很棒很棒的演员 他们的很多对手戏 以及很多的台词的这个 对白的这个表现之外 那当然还有就是说 这个精灵他在讲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会闪回到以前的片段 那所以这整个的画面呈现 其实都是非常有奇幻感的 那在很多的影评也提过 就是说这部片子 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接近的故事 跟接近的导演的一些影像语言 剧情的部分就先讲到这边 但是问题是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IMDP上面分数不太高 然后还有好像影评上面 是不是对他的评价有点分歧 其实我觉得这个分歧 或者是说评价没有那么高 是一个必然的 因为这部片子 其实他并不是适合每一个人 我要讲就是说呢 通常影评人 比如说我们看到YouTuber 或者是其他一些影评人 通常都会把这部片子 举作是跟几个其他的导演相提并论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 入侵脑细胞的塔生鑫 那他呢有另外一部作品 叫做魔幻旅程 那基本上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大人 一个受伤的大人 跟小女孩之间 他们不停在讲故事的一个过程 那他那段过程中 也是有拍到很多这种 很奇鬼的画面 我想看过入侵脑细胞的观众 大概都知道说 塔生鑫它的影像风格 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也有人就说 这部片子其实是蛮有 那个塔生鑫的那种色彩的 那另外也有人提到就是 这部片子跟提姆波顿的大致若语 也是蛮有点类似的 在情节上面 那提姆波顿的影像风格 其实也是比较奇鬼华丽一点的 那再来也有人提到就是说 这个跟那个我们 那个 托托罗导演 带托罗的那个洋男的迷宫 他也是有一点类似 只是说洋男的迷宫 他蛮黑暗的 那这部片子呢 比较没有那么黑暗 但是呢 我想 因为我们也是做影评的嘛 总是要讲出一点 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自己个人呢 其实觉得他这部片子跟谁很像 跟泰瑞吉兰很像 对 麦嫂你有看过 就是我们是一起去看的嘛 看他的那个 谁杀了唐吉克 谁杀了唐吉克的 对 然后他其实就是 有点那样子的东西 我以为你要说库斯杜利卡 库斯杜利卡 他比较 他会有一点政治批判的东西在里面 而且他的东西 吉普赛色彩非常的重 因为你一直讲土耳其 我就想要库斯杜利卡 但是问题是我一定要先声明 本节目绝对跟普丁 没有任何的比较重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你很坏 对 但是因为库斯杜利卡的影像风格 当年真的是吓坏蛮多人的 地下社会嘛 我讲到这个很多影词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对 但是库斯杜利卡 因为他的故事还是比较原创性一点 就是通常是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他有点魔幻写实的色彩 但是比如说像是泰瑞吉兰 他的东西就是奇幻色彩是蛮浓厚的 说实在的 我们拿其他的导演的风格来讲 乔治米勒是不太公平的 因为乔治米勒本身 他就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风格 虽然我们都比较知道的是 他拍这个 愤怒道 对 但是呢 其实他也拍过 我不笨 所以我有话要说 宝贝猪 对 所以他算一个蛮ㄎㄎ的人 他很跳通的 没错没错 而且他还捣过快乐角 而且他也拍过僵尸片 然后就是那个脑袋有点怪的人 什么都拍的 对 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把他跟我们刚才讲到的这几个导演相提并论 其实是蛮有原因的 就是说他们这个年纪 他比较不是新的导演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知道的年轻的新近的导演 大部分他们都是处理 比如说商业片 类型片 然后超音片 这种的比较有可能出头 那但是呢 像他们这种比较古典的 像乔治米勒这样子的导演 其实对于我这个一个看电影的观众来说 我觉得这种导演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他的这种影像语言 其实是我们在年轻的导演身上看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当然看了 觉得非常的享受 我先照惯例 来讲一讲他的这个trivia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说这部片子呢 可以看到很多的 风格类似的导演的 这样子的一个叙事在里面 那他其实就被人家说呢 是致敬一千零一夜 因为他这部片子 他的这个 比如说他的设定 就是他是精灵 然后再来呢 他所活动的那个时空环境 也是大概是中东这个地方的 他比如说他一开始讲到的那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 士巴女王 那所以就是在非洲 然后他第二个讲到的故事呢 是在厄图曼帝国 那第三个故事是在土耳其 所以他的那个中东色彩 是蛮浓厚的 就有人说 他其实是致敬一千零一夜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叙事学的教授 他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朗读一部一本书 叫做先知 那这个先知是由 纪伯伦这个 黎巴嫩的作家所写的 所以其实这部片子 为什么我觉得很喜欢 就是因为他中东色彩非常浓厚 那所以他的那个视觉风格也非常的浓厌 这样子 那就是我会很喜欢的东西 其实这部片子呢 他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是 因为他是改编一个短篇小说 那本来是乔治米勒他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编剧 然后这个编剧呢也是他的女儿的教父 可是后来因为他们在讲到这个合作计划的时候 这位编剧其实已经快要 就是他已经生病了 然后可能是时日不多 所以这个编剧就跟他讲说 那个你女儿啊 就是说乔治米勒你的女儿 我觉得他有能力可以来处理这个剧本 所以这个剧本的编剧是乔治米勒的女儿 那这个也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一个小插曲 为什么两大主角没有一个是中东人 可是为什么需要中东人呢 其实不太需要啊 因为他只是在讲这样子一个故事而已 而且很有趣的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精灵被释放出来的时候 他是讲古希腊语的 那还好就是这个叙事学的教授 这个Tilda Swinton 应该是说他的这个角色呢 本来就是精通多国语言嘛 尤其是像这种古老的语言 所以他当场就跟他讲起古希腊语 虽然不是很好 但是他还是就是有稍微秀一点点 那后来呢 这个精灵他就是因为毕竟他就是一个 有点像神灵这样子的存在嘛 所以他就是只要亲戚摸过书啊 或者是摸这个电视啊什么的 他就已经很快的学起来了 所以呢 他就过了五分钟之后 他就自动学会英文了 之后就进入英文的那个对话里头 这样子 那他里面有一段很有趣的 就是说精灵到了现代 然后他第一次看到电视 然后电视里头正好是爱因斯坦 那他就问他说 就问这个教授说 这个人是谁 然后就说他是爱因斯坦 他是科学家 然后呢他就接着他就跟他开始讲 他就说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研究神话的学者 然后都已经到了现在2022年了 其实神话这些神灵越来越多 越来越少人在乎他们 因为大家以前觉得是神秘的力量 到最后都已经被科学所证实了 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这里头背后有科学的原理这样子 那所以他就说 一切都是电磁 电磁坡这样子 然后那个精灵他就想说 所以我也是电磁坡吗 就还蛮有趣的 就一开始的时候 等于是一个古老的精灵 跟一个研究古文学跟神话的学者 然后他们就一起在那边哀叹说 故事还存在力量吗 神话还存在力量吗 然后现在的人是不是都已经不相信这些东西了 然后不会再被这些东西所感动了 那偏偏这个主角 他说他不是说他自己很满足吗 那他就是属于这样子一个人 他就说呢 虽然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姻 但是呢 我其实也离婚了 那我跟我的老公之间 我们也没有小孩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人 就是没有牵挂是很好的 那但是这个经理就问他说 你都不会寂寞吗 你是只有一个人而已 然后你都不会想要 就是感情上面有所寄托吗 所以其实后面这个精灵他在讲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他是如何的被关在瓶子里头 然后又如何的被释放出来 那可能是跟这个人类产生一些互动之后 又被关回去了 他就在讲这个中间的这些开开关关的这些故事的过程 那他就是也是想要借着这些故事来告诉 就是应该是说引起这个叙事学教授的兴趣 就是说你都没有渴望的事情嘛 好你口口口口口声声说你很满足 但是你有没有从我讲这些故事里头读出你真的想要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 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里头 虽然说那个对话 我觉得可能现在的观众不太能静下心来看 我甚至有看到一个国外的影评 我觉得他也很好笑 那个国外的影评 他就说他去看电影院看这部片子的时候 他后面的那个老兄 就是他说只要电影出现空白的时候 沉默的时刻 他就开始发表他自己的言论这样 发表他自己的看法 他就说现在这种观众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越来越难 就是静下心来沉浸在电影里头 然后把自己的时间完全的交给电影 你想想看你上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对于我们这些在讲电影的 这个podcaster来讲 可能还还算是频繁 比如说一个礼拜一两次什么的 可是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其实已经越来越难找到这种时刻 就是你把自己交给 完全交给一个故事 沉浸在一个故事里头 沉浸在一个情节里头 那种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绝大部分都是我们 比如说一边看电视 一边看这个串流平台 然后一边手机在那边划什么的 找资料或者是跟别人回LINE 什么的 就已经变成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 它的对话其实是让你可能静下心来看 那尤其是这两个主演 我觉得也还蛮有意思的 就是尤其是Tilda Swinton 它的成名作就是美丽家人欧兰多 然后美丽家人欧兰多 其实跟这部片子也很 蛮接近的那个剧情 就是说一个被赐予永生的 你可以说是诅咒 或者是你可以说是一种祝福 一种超能力 然后他是如何的 从以前活到现在 从男生活到女生 他的这个一路上的这个经历 那我觉得这个三千年的渴望 也还蛮有这种味道在的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 也蛮多影评在讲的 就是说比如说 把它跟睡魔来做比较 因为他都是在讲一些 比较神话的东西 然后在讲说这些神啊 然后这些精灵啊 跟人类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因为精灵有能力 可以实现人类的愿望嘛 但是他最有兴趣的 最感兴趣的还是 人类你们到底要什么 那所以透过他的这个三个故事 他以前曾经经历过的许愿 有好的许愿 也有坏的许愿 也有绝对不能许下的愿望 那你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在这里头的一些 人性上面的一些 挣扎也好 或者是说 人总是有 存有希望 存有渴望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会 提升我们的生命经验 还是会造成一个 不可逆的毁灭呢 那我觉得在这里面 很多故事的串联里头 就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自己是很推 但是呢 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就是这个片子 它其实已经 跟新时代的观众 可能不见得可以 那么的产生连结 那可以值得一提的 就是说这部片子的配乐 依然是Junkey XL 就是愤怒到的 这个同一个作者 我觉得这部片子的音乐 其实还蛮 听起来还蛮耳目一新的 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 交响乐 管弦乐的那种感觉 它是带电的 那这个作曲家 它的特色就是 它是比较 是属于电影的部分 那而且 蛮多的场景 都是两个人的对话 那这个时候 反而是没有音乐的 所以我觉得 这种听觉上面的留白 我觉得也是蛮舒服的 就是它有留出一个空间 让你可以专心的听 这个两个主演的 演员之间的对话 所以我觉得 我是还蛮喜欢 这部片子的啦 那我也觉得说 蛮推荐大家 进于戏院看的 因为这种 绝对是适合 大荧幕的呈现 而且也很适合 沉浸在里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电影 好 感谢卢卡介绍这部片 感觉是视觉效果 跟那个脑洞开 蛮大的一个片子 所以如果今天 想要找一个抒压 或是来找一个期许的话 就欢迎大家进去看 这个三千年的渴望 但接下麦茶要讲的这部 就比较沉重一点 但是因为我个人 非常喜欢这个 类似的题材啦 因为那时候就是两部作品 我正在选嘛 我应该是看紧急迫降好 还是看这一部呢 我接下来讲的这个 就是在猎手密令 那最后呢 我就舍弃了 紧急迫降看了猎手密令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对历史 非常有兴趣 尤其是他的背景 是在讲那个 光州事件嘛 那因为其实光州事件之前 我们节目有谈过 南山的部长们 当年呢 蒲正希被暗杀 之后上台的 就拳斗换了 跟蒲正希之间 有点亦父亦子的关系哦 那尤其是那个时候呢 他没有进入到 那个暗杀的势力范围之内 所以那时候大家都一直觉得 他应该是很怜悯蒲正希的际遇的 但是在南山部长们里面 也有提到一个关键 为什么金再归决定要杀掉他 就是因为他觉得 蒲正希的手段会越来越卑劣 甚至于呢 他甚至于说出来说 死多少百姓都无所谓 他要巩固他的政权 同样这样的台词 也出现在猎手密令里面 猎手密令一开端 就是非常精彩刺激的搏斗场面 为什么 就是提到这个拳斗换要访问美国 然后就发生了刺杀案 而且这刺杀案真是非常的刺激 就是看到不断的追逐 然后枪炮不停的射 然后死伤大概 应该可以用成打成堆这样来算 就是一路上就看到有在 护卫总统的人 然后跟杀手之间这样的搏斗 而且是近距离的肉搏 所以我不得不提一下 这部片的导演是谁 这部片导演是很特别 是李正宅 李正宅大家知道 就是前阵的游鱼游戏 去爆红嘛 对不对 听说甚至于连到美国都是万人空巷 只要李正宅一出现 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 要找他合照啊 找他签名 因为其实他本身在韩国 就是超级巨星了嘛 然后因为呢 这一次他找来他的 清坛洞夫妻 两个真的好基友 甚至于不但住在一起 还每天都要见面 因为他们共开了一间 事务所叫Artist 所以就开玩笑说 他们两个基本上 应该是比对方的 另一半都还要熟啦 大家知道其实李正宅的另一半很厉害 不过还没有正式结婚啦 是那个三星的前太子妃林士林 我发音要标准一点 非常的美艳又有钱 现在是大象集团的接班人 所以呢 我们在想说 啊 这样李正宅是想不开吗 因为他觉得是不是做演员太无聊 这样 然后听说呢 他是受到了一位港星的感召 所以他才来做导演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说 那如果今天这个片子 不知道交给李正宅会拍成什么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义无反顾 要支持他一下这样 那果然一开场就让我非常震撼 真是下巴掉下来 他那个震撼呢 应该是不雅于 当年那时候在看天能的时候 最前面不是也有一段样子的场面 那种一镜到底 我就觉得 哦 李正宅真的不简单 然后呢 剧情就铺陈到 总统那天当然是顺利逃脱了 没有被暗杀掉 这样 结果呢 哇 他们那个就不行了 他们的情报部就开始内部大整顿 那负责海外部的呢 就是李正宅扮演这个男主角 然后跟另外一个负责 国内部的就是郑宇成扮演的第二男主角 两个人之间的同时都被部长抓去干 就说怎么会做成这样子差点 就让总统死在美国了 这是太大差了 一定要去抓出来 到底为什么总统的行程会被人掌握这样子 结果那个时候呢 两个人就面面相去 他说我们真的都不可能走漏消息了 到底谁是内贼啊 是不是有北韩派的特务 进来我们在这里安插 当内贼 所以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去调查真相 所以其实这故事本身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他当然有做了一些历史地理背景上的变化 因为最后最终决战的时候 他其实里面提到说是访问泰国 其实不是 真实事件是仰光 那个缅甸仰光 然后拳斗换在那边 真的差点给人家做掉了 后来大家上网看一下 那个仰光大爆炸案 就有非常巨细迷的铺陈跟介绍这样子 但是当然这个剧情没有这么简单 就是大家如果上网去看一下大家的分享 就是烧脑又烧脑反转又反转 你真的实际上不知道谁到底是卧底 然后尤其是这个卧底还不止单纯一个人 因为是不止一个卧底的 所以如果要用什么片来形容 就有类似像无间道 所以你真正的要去抓出那个人 但是你不知道整个情报机构已经根深蒂固 聚细迷移到整个政府机关的哪一个部位去了 甚至于连你的亲人都可能被渗透 这个片子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许晨泰 在里面也有演了一个蛮有趣的角色 他就是扮演郑宇辰的亲信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许晨泰我就穿得秀 你又来了 所以在这部片子里面可以看到很多 韩国一线演员来客串 甚至于比如说像黄正明这些 都在里面有非常重要的角色的发挥 所以这部片好不好看呢 可以打个几分呢 麦嫂个人呢至少可以 应该可以打个85分以上 我是还蛮喜欢的啦 但是呢像可能蛮多喜欢看韩片的人就觉得说 哎这样的剧情其实很多啦 比如说像是钢铁鱼啊什么什么的 好像类似这样的情节 基本上韩国人拍的非常的多 实际上也是啦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要看起来的话 应该可以说李正仔交了一个 还蛮漂亮的分数出来 因为两大帅气明星呢真的是不但肉搏 甚至于互相干狗 而且呢是揪着领子从楼梯上摔下去 是一路滚哦 听说是没用替身的这样子摔的 所以真的是 应该说是用尽全力来演啦 因为当初抱着这个剧本来请郑宇诚拍的时候 郑宇诚虽然明知道这是自己麻痹 他第一次单纲主角 单纲导演又当主角 他就叼他耶 叼了他三次不接 然后最后是整个剧本改得非常的完美 至少双方都过关 然后而且他还要求说 你这个角色我要的这样子 你别不受你摆布 哈哈 就当场李正仔为了要拉拢他说 好好好全部听你的这样子 他就只求他的好机友 可以陪他一起来参加他的处女座这样子 然后整个看下来的嗯水准真的有到 而且听说票房开的非常的好 转瞬之间好像就取代了紧急迫降这样子 这就是简短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卖少这周所看的新片 猎手密令 那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呢 请你按赞支持点阅 或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粮草抖内我们 我们都会非常的开心 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嘛 对不对好 好那我们节目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